主料,大米二分之一杯,主料,核桃八颗,黑芝麻五分之一杯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,大米写净,核桃切碎,黑芝麻备好,放入豆浆鸡中,加入水到二个克度之间,按下米不键,煮好,取出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要按照规定的量,食材中的杯是豆浆鸡配送的两杯。 核桃要切碎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